謝謝主席,請部長 我們再請部長 蕭媛你好 我想今天很多委員特別針對電價的問題 在進行關切 那我想今天的質詢特別針對我們對外貿易的問題 樓上正在召開跟中國的服務貿易協議的公聽會 但是這個公聽會當然也反映一個我們長期其實對馬政府的一個擔憂 也就是說我們整體的對外貿易關係失衡 過度依賴跟中國的這個關係 那你們的眼中只有中國 整體的全球的產業佈局也好 或者是我們全球的一個比較平衡的經貿關係也好 相對的不夠重視 那這是我們一直長期以來擔心的問題 所以當你們所有的談判人員焦點都聚焦在中國上面 甚至是到基層在廟口在做政治宣傳的時候 我們其實全球的經貿關係是極度的失衡 相較於我們周邊國家 跟我們有競爭關係的這些周邊國家 包括東南亞國家 包括韓國 他們在做全球的佈局跟風險的分散 事實上做的比我們還要更平衡 所以我今天要特別請教 針對一些重大一些國際的全球佈局的趨勢 那我們目前的投入到底有多少 像這個WTO裡面的這個負邊談判 在討論的服務貿易協議 這個RGF集團我們也有參加 我想這個是一個正面的 原則上是支持參與這樣子的一個多邊服務貿易的談判 但是在我們一直從這個談判開始在國際上有更多的討論以來 在跟經濟部索取相關的資料 例如說我們參與WTO的這個TISA的這個談判 我們究竟針對哪一些產業有做過衝擊的評估 對我們的利弊在哪裡 我們在整個談的過程裡面 會不會像跟中國的服務協議的這個問題一樣 重蹈覆測 我們沒有事先跟產業做好溝通 其實當然這些資訊我到現在 還沒有從經濟部拿到任何的一點點的消息 所有的東西都是國外在討論 甚至是討論中國要不要參與的利弊 這個利弊都有 但是完全看不到台灣的立場在哪裡 那我們的態度是什麼 我們的積極性在哪裡呢 部長 TISA的談判其實我們因為RGF 所以我們一直有參與 那麼我們也有請中華經濟研究院 對於這個所謂WTO TISA的談判的這個影響的評估 也做過評估 那這個評估 為什麼你們一直遲遲不肯提供給我們 沒有這個評估是總體經濟的評估 如果我也要的話我相信應該可以提供 我想特別針對TISA TISA參與的利弊延期跟產業衝擊的評估 對現在當然中國大陸還有另外烏拉圭 現在有兩家也要參與 那你們對中國參與的態度是什麼 我們都是樂觀的這個 你們樂觀嗎 因為其中TISA有一些國家擔心 包括像Financial Times也報導 有一些國家擔心 中國因為它的服務 它的服務產業的素質品質還不夠好 沒有達到國際的標準 你現在這二十幾個國家裡面 在加入中國 它可能有兩個負面效益 可能會延遲整個談判的進程 或者是拉低整個談判的標準嗎 這個是很多國家有這樣考慮 但是我們中華民國 今天對於WTO的這種談判 我們都是自由開放的立場 我們台灣我們覺得 我們其實是有條件 你看別的國家對於中國的貿易 的服務產業都有這樣的顧慮 而我們卻是一頭熱 心中只有它 不是應該不是這樣 我的主張是這樣 當你在如火如土的跟中國 在談各項的這個經貿協議 跟自由化的過程裡面 你如果沒有同時用一樣的力道 甚至更重的力道 來跟國際上其他的國家 來進行同等級的這樣的一個經貿平衡的策略 事實上我們早晚會變成它的一個附屬經濟體 其實現在已經有這樣的跡象了 我們沒有看到你們用同等的力道 在面對TISA的談判 我不是這樣 蕭委員我想說明一下 基本上雙邊跟負邊不大一樣 TISA的談判是一個負邊的談判 所以很多國家都可以在這個談判裡面表達它的立場 負邊的部分 我們絕對不是說今天所有的利息 或者所有的這個重點都放在中國大陸 但是因為考量現在的政治的現實 我們中國大陸貿易經貿關係的正常化 是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開闢其他國際市場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你們把這個當作前提 但是很多國家其實抱台灣 願意跟台灣深化經貿關係 這是正常化 我們的精神焦點卻不在那裡 印度一樣跟中國一樣是十幾億人口的市場 而且是不斷年輕化的市場 它不管是勞動力跟消費力不斷年輕化的市場 我們有重視嗎 沒有啊你們這個政府心中只有中國 我不是反對你去跟中國談 我覺得你要有個平衡的戰略嗎 校委員你要了解我們今天貿易局的同仁 以及我們外貿學會啊 共同去開拓國際市場所花的人力物力 絕對是大於中國道理 我現在看得到你們的事情 你們帶很多團到這些國家去 但是實質的效應卻非常的有限 你們就帶人去參觀一下 然後消消帳 表示你們有去了 不是這樣 包括我們雙邊的協商 包括我們進行可能的 ECA的可行性研究以及後續的談判 都在進行之中 絕對不是說我們只是去看之後大陸 我們沒有看到你們的成果啊 不是這個有限 印度六年前我們有八十幾家廠商 現在是九十幾家廠商 十幾億人口的市場 我們難道就放棄 我們沒有看到你們的積極性在哪裡啊 幫台商排除障礙的積極的動力在哪裡 但是因為時間有限 你們就把這個TISA談判 書面資料給委員 把這個TISA談判我們的評估 我們產業的利弊評估 以及目前的進度進程的資料 盡速提供給我們 因為我們已經跟經濟部要一陣子了 你們一直不肯提供 我們只好假設你們什麼都沒在做 好 部長